陈乔恩失落坦言,很遗憾,谢娜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您最近看过《拜托了冰箱》第六季吗? 无论如何,我被陈乔恩的话吓到了。 原来,何炯只是开玩笑地说他和谢娜之间的友谊破裂。 谁知道陈乔恩突然一句话,不要向所有人隐瞒谢娜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通常微博会互相承认,或者是陈乔恩叫谢娜亲爱的, 或者是谢娜暗中用陈乔恩手机吹嘘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。 反正,甜美的滤网可以厚约十英尺。 听陈乔恩谈论他们的相处时,很明显他感到内心有些失落, 不得不感叹,陈乔恩真的很赶。 无论你问他什么,他都会毫无保留地表达他最真实的想法, 并且没有考虑到这个想法会获得的评价。 不仅敢于表明自己与谢娜的友谊的现状, 而且还敢于承认自己会私下与工作人员面目全非。 每个人都担心陈乔恩恋爱时会迷失自己。 但实际上他很坚强,不愿意与困难妥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